今天看到這些話題 剛才那個兇徒已經是一些人去報案了 是這樣的 根據上次法輪功在忠誠法院的判決 法輪功是一個宗教團體 它是可以擺街站 在《基本法》26條 就說明宗教是可以在街上宣傳的 不管什麼集聚令什麼都不涉及這個問題的 因為《基本法》是大於《國安法》 《國安法》只不過在《基本法》的附表裏面的一條法律 所以它不能夠凌駕《基本法》的 所以它們這樣破壞 是完全是破壞這個憲法的規定 因為《基本法》第八條 香港任何法律 如原有或者未來都不能夠與《本法》相抵觸 是不行的 那怎麼看 最近他們不斷有人去搞法輪功學員的真相呢? 因為他們不想讓人民知道真相 不想讓人民知道法輪功是真善忍 是完全沒有宗教 什麼都沒有跟任何人衝突 但是他們認為這樣是破壞了他們的思想 那你覺得中共打壓法輪功的現在的效果如何呢? 即是可不可以起到作用呢? 是完全不可以起到作用的 因為壓迫力越大 反抗力越大 越強 當日 人家都是這樣說的 望秦者坐三戶也 只是坐過三戶的人 就可以滅亡強大的秦國 就是這樣了 嗯 那你知不知道最近都有很多法輪功的真相點 給那些惡徒去搞 還有都是看到他們是同一個人搞的 還有周圍有很多人拍照 但是警察看到就不動的 現在警察是完全沒有 是選擇性執法 針對性執法 如果你法輪功有什麼錯誌 他馬上來抓你的 但是別的人在破壞整個香港的法律 和破壞香港的憲制的問題 他當看不到 現在是今天警察的 所有警察的暴行來的了 是啊 那法輪功的真相點在香港 都有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一直都堅持在市民 包括大陸的遊客 去講述中共的殘暴政權 講述中共打壓法輪功的真相 那你覺得現在被人搞 香港人怎麼守護著這些表達自由 包括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的自由呢 現在我們是希望各位街坊 各位見到有人破壞法輪功 因為這個是憲制的問題 是基本法二十六條 我們有宗教的自由 我們要維護憲法 所以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就割止它 或者馬上去報案 是啊 你覺得法輪功學員對香港 他們的作用 這麼多年一直堅持 中共怎麼打壓 他們都是頑強地說 因為我們是宗教 我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所以這個精神是值得人敬佩的 香港人都十分敬佩他們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呢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